我们希望尽量还原片中恐龙应有的面貌 尽可能的保证它们在古生物学上的正确性 而不是制造更多基因混种的怪物 柯林特莱沃洛 大恐龙为科学还原 实则在片中制造更多怪兽这种又当又立的行为 更是惹怒了不少恐龙和古生物爱好者 然而作为半个古生物up的老毒我 当时在电影院看到各种怪力乱神的科学复原恐龙时 却表示情绪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早在电影上映的半年多前 官方就已经通过一支序幕短片告知观众 电影中的恐龙时代和现实中的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信的话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吧 视频从一场白二级的日出展开 没错 根据官方的说法 该短片的故事发生在6500万年前恐龙尚未灭绝的时期 但却并没有说地点 不过既然霸王龙老奶奶的前世殒名于此 那么我们至少能确定是在北美 同时这里顺便和小伙伴们科普一下 根据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道 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撞击事件的发生时间 已经被修正为了6600万年前 而不再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6500万年前 回到短片 在日出光辉的照射下 一群体型庞大的无畏龙出现在了画面中 得 开幕就来个穿越物种 事实上真正的无畏龙化石发现于南美洲的阿根廷 并且根据其出土岩层 赛洛福塔莱萨组判断 无畏龙的生活年代大约是在7600万年至7000万年前 并未延续到恐龙灭绝时期 可见短片这里出现无畏龙 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对不上 与此同时 在无畏龙登场的这一幕中 我们还能看到一只像是直尺木的昆虫飞过 不知是否是在为正片的大反派做预告呢 我们接着往后看 下一个画面 一只体型巨大的风神异龙出现在了画面中 并驱散了周围的一群小型异龙 风神异龙的化石最初发现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并且的确是活到了恐龙灭绝时期 因此此刻出现在短片中并没有什么毛病 与此同时 在官方建立的网站Denotracker上 风神异龙的体型数据则赫然写着长9米高5米体重250千克 这很明显就是照查了现实风神异龙的数据 则在预告发布阶段 就有国外网友根据风神异龙怒拆C-119运输机的镜头中 推测出电影中的风神异龙翼展大约在23至29.5米 而近期更是有网友直接批出了其余人群的侧面体型对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体型不是怪物还能是啥呢 而在风神异龙四周的这些小型异龙 据官方维基所写则是一群无耻翼龙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无耻翼龙不应该展有一个坚长的头冠吗 事实上无耻翼龙是一种具有两性异形特征的动物 有科学家认为雄性无耻翼龙的头冠呈现坚长型 雌性无耻翼龙的头冠则呈现较短的小三角型 而侏罗记世界三则引入了这一雌雄两性异形的设定 那么问题来了 无耻翼龙出现在这里有毛病吗 有 虽说无耻翼龙的化石的确大多出土于美国境内 从地点上来说是没问题的 然而无耻翼龙的生活年代是在约8600万年至8450万年前的桑托尼亚期 那个时候距离天外来刻造访地球还差着近2000万年呢 所以这无耻翼龙无疑又是一船越物种 下一个镜头 湖面上出现了一群正在饮水的甲龙 甲龙这种恐龙我们都太熟悉了 它们出现在这里也的确没有问题 无论时间还是地点都对得上 不过通过官方网站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的甲龙赫然被设定成了体长9.6米 身高3.6米 好家伙 得亏这货在正片里没啥戏粉 不然按照导演战神镰刀龙的料性 保不齐会来一波与龙同行的经典复刻 事实上最大甲龙较为可靠的体长推测应该是在6至7米之间 随着一只无耻翼龙呼啸而过 镜头切换至一处洞穴 此时一只怯弹龙出现在了画面里 What?怯弹龙? 好家伙 要知道怯弹龙可是发现于蒙古的恐龙 但是地点就和北美洲差了10万8千里 并且怯弹龙灭绝时间约为7100万年前 同样没能延续至恐龙灭绝时期 穿越物种加三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短片中的这只怯弹龙右双弱镯被塑造成了偷弹贼的形象 这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 我们都知道怯弹龙这个名字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明明是正在保护自己弹的怯弹龙 却被误以为是在偷一旁圆角龙的弹 导致背负了盗贼之名近百年的时间 直至今天 虽说怯弹龙早在古生物界被洗刷了烟躯 但在大众文化中却依然多以偷弹贼的形象是人 不过尽管短片中的怯弹龙明显是以刻板印象进行创作 我们却并不能说这一幕肯定是错误的 毕竟要知道 保护自己的弹和偷吃其他恐龙的弹 二者并不冲突 对于一个瘦角类恐龙来说 当一份上好的蛋白质摆在面前时 不吃也是浪费 更别说圆角龙产的是软可卵 取食门槛极低 切弹龙就算真的有偷吃圆角龙蛋的行为 也没什么奇怪的 因此 虽说短片中这一幕仍然是向大众展示了 切弹龙偷蛋的刻板印象 但我们还真不能就此说他一定是错误的 随着偷蛋贼的得逞 下一个画面 一群带着幼崽的大笔角龙正朝着前路迁徙 大笔角龙的画石最初发现于美国的犹他州南部 但是其生存年代却是在大约7600万年前的凯帕街晚期 距离恐龙灭绝还差了1000万年呢 穿越物种加四 下一个镜头 一只体型较小的兽甲类恐龙 正在着实另一只大型兽甲类牙缝中的残渣 根据官方维基所写 这是一只北美早期的霸王龙超科恐龙 恶兆龙 和之前的大笔角龙一样 尽管恶兆龙的画石发现于美国犹他州 但是恶兆龙的生活年代 可是在距离约9600万年前的森诺曼期 距离恐龙灭绝还差了整整3000万年的时间 并且北美早期霸王龙超科的成员 居然和霸王龙本尊出现在一块 多少带点魔幻的感觉 穿越物种加五 随着大型兽脚类恐龙的起身 一只兽精的鸟屯木恐龙出现在了画面中 据官方维基所写 这乃是一只擎龙 唉我真的麻了 稍微有点恐龙常识的小伙伴都知道 擎龙的画石最早发现于英国 随后在欧洲多地均有发现 而生存年代更是在更为久远的 巴列姆期至阿普D期 约1亿2600万至1亿2200万年前 距离恐龙灭绝的时间跨度 都快赶上当代距离恐龙灭绝的时间跨度了 嗯总之穿越物种加六 下一个画面 跨越千万年仇怨的南方巨兽龙和霸王龙相机登场 关于侏罗纪世界3南方巨兽龙的复原问题 很多古生物阿普已经吐槽过了 我这里就不多加赘数了 而很明显的是 南方巨兽龙之所以叫南方巨兽龙 就是因为它们的化石发现于南美洲的阿根廷 与此同时 南方巨兽龙所生存的年代是在约1亿至9700万年前的森诺曼期 同样与恐龙灭绝的时间相去甚远 穿越物种加七 而对面的霸王龙则自然是该短片中 为数不多时间地点都完全符合的恐龙 作为老奶奶的前世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只白二纪时期的霸王龙与当代老奶奶最显著的区别 便是骑在头顶背部等地方增添了毛发 关于霸王龙的毛发问题 我在之前的视频以及详细说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前往这一视频 这里就不多做据述了 霸王龙和南巨互相对吼了几声后 便一言不合干了起来 关于霸王龙和南方巨兽龙究竟谁的体型更大 也是个人们非常热衷的话题 简单来说 从目前已知的化石标本来看 南方巨兽龙的体长大约在12.4至13.1米 而霸王龙的体长则大约在12.3至12.8米 尽管双方长度接近 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霸王龙的体强更为粗大 因此体重更重 体型也相对更大 而根据官方网站的信息 电影中霸王龙和南方巨兽龙的体长则分别为 13.5米和15.5米 体重则分别为6.3吨和8.1吨 可见官方明显是将南方巨兽龙设计成了压霸王龙一头的兽脚类恐龙 对于这种强抬别的兽脚类已拉踩霸王龙的行为 侏罗纪系列也早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早在2001年的侏罗纪公元3的战神集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了 侏罗纪公元3那伙关于吉隆高度清水和短腿的有力证据尚未出土 在当时电影做出一些艺术加工倒也无可厚非 然而这都2022年了 还靠强行抬高其余兽脚类来拉踩霸王龙属实是有点整烂火了 要我说 既然片中所谓的南方巨兽龙一直活到了小行星造访地球前夕 那是否说明在这个平行世界的终身代理 压根尔没发生森诺曼奇之土伦奇灭绝事件 或是大型沙齿龙科顺利挺过了这次灭绝呢 那索性将片中的南剧给设定成是电影原创的 沙齿龙科演化到极致的终极劣识这岂不是更好吗 如果让我来取名 就直接管他叫北方魔兽之王龙 一番交手过后 南剧成功击败霸王龙并将其扔到了水坑之中 随着一只蚊子吸了霸王龙的血 视频的最后霸王龙老奶奶出现在了当代城市街头 并进行了一番小破坏 短片结束 就是这仅仅5分钟的短片 其中登场的10种史前生物居然就有7种是不符合时代或地点的穿越物种 并且这些穿越的物种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更符合短片背景的物种所替代的 例如开头场景的无畏龙 完全就可以使用同为泰坦巨龙类 生活在北美被挺到恐龙灭绝前夕的阿拉莫龙替代 而那些迁徙途中的大笔角龙 则完全可以用同为角龙类 且知名度更高的三角龙替代 哪怕是洞穴中偷弹的那只怯弹龙 也完全可以用同为怯弹龙类 发现于第1席组的安祖龙替代 由此可见 导演组完全就是在故意通过这些隐现实背景不符的恐龙告诉观众 我们电影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 我们的电影我们做主 好的以上便是该序幕短片所登场的所有史前生物 当然侏罗镜世界3所登场